男人只是请了老头一杯三块钱的啤酒 老头就送了他一块价值千万的祖传怀表 还没等阿强问清楚情况 老头就不辞而别 只留下懵逼的阿强懵逼在原地 就在这时 他无意间按下苗表 却不料一旁的老板瞬间就定在了原地 阿强本以为是老板昨晚太过劳累 用腰过度直不起来 没想到 当他再次按动苗表时 老板瞬间挺直了腰板 而阿强也意识到了什么 赶紧离开了酒馆 回到家后 他再次尝试苗表的 一瞬间金鱼就停止了游动 接着他又探出窗外 对着街上的车流测试 结果还是和刚刚一样 全都被苗表定格了时间 看到此景 阿强仿佛看到了未来 可他拥有怀表后的第一件事 却是来到公司和老板说 自己有个一百万的项目 那就是投资他去研究这块 可以控制时间的怀表 做到量产后肯定能赚大钱 老板一听这是骗傻子 还是在找冤主 不光否定了他 还吐槽了起来